哈囉 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又回到我們貓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其實今天哲平發現一個關卡之後呢 就想說 因為大家都說諾諾很厲害嘛 那你們基本上諾諾是對我們黑色敵人有著大傷害喔 那今天看到一個關卡是我們的終極的那個超級經驗值關卡喔 那哲平就想說 因為哲平之前打的時候好像沒有打贏喔 所以我們這次就用我們諾諾來打打看 看一下能不能打贏我們這個關卡喔 因為這個關卡好像就是 最近都有這種就是警戒通關一次的關卡啊 就是他會重新開 比如說我們那個 呃 我們的異星 我們那個什麼啊 怪頭 就是什麼臉哥 就是鋼鐵臉哥那個 能夠拿三張那個 銀券的那個關卡 好像也是這種警線通關一次喔 那我們今天就來打我們這個 超終極游擊經驗值喵喔 因為哲平好像之前沒有打過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裡面的內容長什麼樣子吧 看一下我們諾諾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的好用喔 來 Let's go 因為其實哲平還沒有用過諾諾喔 所以不太知道諾諾厲不厲害喔 那目前來說一開始還沒有出現什麼敵人喔 我們就先敵不動我不動喔 升點錢包 OK 那這關一開始我記得這個黑色 小敵人好像很厲害喔 就是很痛之類的 OK 哇 那我們諾諾其實他的吸氣時間非常的短喔 那我們就是要用我們諾諾再加上我們那個 炸彈貓先來扛前面一波 因為你們剛剛都看到了我們這個黑色敵人他是打一下我們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炸彈貓就死了喔 所以我們目前的話就是必須要先 疊我們的炸彈貓跟疊我們的那個諾諾喔 所以我來看一下諾諾到底是不是行喔 我覺得 我稍微有點慌了你知道嗎 因為敵人有點強喔 不過 目前靠諾諾是坦得住的欸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就用諾諾然後再加上我們那個 炸彈貓來暈他喔 諾諾太多一點 諾諾的CD時間真的很短喔 我覺得還不錯優秀 那這關來說的話我覺得 最難撐的就是前期喔 前期只要撐好後面我們那個 黑色超級大軍應該就 能夠擊敗他們了我覺得啦 我們就慢慢來啊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那這關的話我覺得炸彈貓是一定必備的啦 因為他們其實前面的敵人有點強悍喔 那我們現在派出美魔貓 因為美魔貓專打我們星星嘛 我們用美魔貓來打星星喔 蓋鼠也出現然後也不要忘記申請錢包喔 反正我們就是靠諾諾撐住就好了 其實目前來說 只需要諾諾一隻坦就可以了耶 我覺得諾諾真的 也太坦了吧 這根本超厲害啊 難怪大家都說一定要抽到諾諾 所以你還沒抽到諾諾的人呢 請一定要把握機會喔 但我沒入口這個關卡 趕快把他抽到喔 我覺得還蠻優秀的 你看目前就只要派出我們諾諾 基本上都扛得住所有黑色正前來 諾諾真的是不愧是 黑色坦之 坦之皇后啊 跟當我們這樣的話就繼續往前進喔 然後 把其他貓貓也都派出來喔 那我們這邊是派了武田信玄的 來當一個大打手啦 因為 我覺得這邊的話 關卡就是派信玄哥就沒問題喔 碰卡之後就不知道 哇 待會待會 欸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黑色山豬欸 我 我我我我我 其實我 我我我 我 我我我 我緊張 我我打到我玩貓命大戰爭玩那麼久到現在 其實 關卡還有很多都沒看過 居然 居然還有黑色山豬我都不知道喔 哇 那好險我們這邊有諾諾再加上我們炸彈貓 不然我覺得黑色山豬應該很恐怖喔 那不過這邊後面還有一隻黑色帝王喔 所以 一樣是很恐怖的喔 我們就 努力的繼續 先出我們比較強力的貓吧 已經出到滿初級了喔 那這邊的話 啊兩隻 居然有兩隻黑山豬 待會待會待會 那我覺得這邊的話那個炸彈貓一定要一直出喔 千萬不要忘記一定要出炸彈貓喔 不然 我覺得被被被被充掉就慘了 哇 黑山豬感覺好強喔 別 不要欺負我們黑山豬 我只要看到有新的敵人我都會非常的興奮 且非常緊張喔 我沒有看過黑色山豬 加油啊 新旋 剁死他 有剁死一隻黑色山豬了 那後面帝王的話應該就是要用美女神來解決了喔 那 這關的話我覺得有諾諾之後 前期又撐得非常起來喔 所以 哇還有山豬 別來啦 我覺得前期的話都一定會靠諾諾喔 如果沒有諾諾的話我們炸彈貓應該基本上也是被打死 美魔貓基本上也是被打死 那這關就是靠我們諾諾跟我們的炸彈貓 才可以扛到現在喔 可是 還是很危險 因為這邊 又有山豬啊 黑色山豬 正黑豬有沒有 正黑豬大香腸 OK 那我們現在把山豬打到 KB一下之後 他會有那個喔 他KB之後是會提升自己的攻擊力了 所以是越戰越勇 那 目前好像就出了三隻山豬喔 那 應該是只有三隻山豬而已吧 不要再跟我說還有其他隻了拜託你 那帝王的話來說的話就用我們遠攻距離貓貓來解決就沒問題了 就是靠我們美女神啦 那 山豬的話就是 盡可能的就是用我們的那個 大彈貓跟我們諾諾來打 OK解決之後 哇 現在還有黑色的海馬耶 這關卡是怎麼一回事 我從來都沒看過 好 好 好狂喔 那我們現在就是目前就是要用我們那個遠攻距離貓貓來打我們後面的帝王喔 不然基本上應該是 沒辦法沒什麼搞頭的 努力把帝王打死喔 哇 馬哈姆特中了這一隻 好險好險好險 反正我們繼續撐主 既然前面的山豬都已經被我們解決掉之後應該就是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那這關的話 真的不得不誇獎一下我們諾諾了 太厲害了 所以大家趕快喔 如果還沒有拿到諾諾的趕快去抽一抽 不過我覺得還是不能掉以輕心耶 我們現在好像 除了信玄之外的輸出腳全部都被打死了 信玄加油啊信玄 信玄你別死 信玄你太快死了 哇哇哇 在這邊有點慘喔 有點慘烈 啊我忘記太炸彈貓了 所以才這麼慘烈 那不然這邊是好險 就是只剩帝王一隻喔 如果還有我們那個 山豬的話應該會動不掉喔 那這邊的話就繼續 等我們的那個遠攻輸出吧 不過他們這邊黑色的敵人一直過來 讓我們的信玄無法進去 他的攻擊範圍內其實也是蠻麻煩的喔 那只要炸彈貓能夠走進去一次呢 暈到我們的帝王 然後跟其他前面的小敵人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是無妥妥的喔 加油啊信玄 信玄你別死 信玄你別死 OK他現在沒有打到我們信玄 趁這段機會趕快進去啊 突入啊信玄 突入 不然就只能靠我們美女神了 趕快突入啊信玄 哇 信 哇信玄被打到一下了 哇那這邊的話 真的是需要靠一些那個遠距離毛毛喔 我覺得 我一直很悲傷的就是我沒有小宇宙啊 不然小宇宙的那個距離 其實真的是很遠喔 我覺得 目前來說的話 我的那個 超級遠距離毛毛就只有 一直就是我們美女神了 現在還蠻可惜的 哎呀加油加油 啊 按到哈哈姆特了 哈哈姆特目前來說的話 應該只能 哇 是一個大局入侵 啊太恐怖了 趕快叫我們美女神出來 哎唷唷唷 暈到帝王了 肅清了肅清了 喔 終於 這邊的那個小敵人都被我們肅清了 所以我們終於可以打到我們帝王了喔 這還不錯還不錯 不過 相較之下就是我們也沒有任何經濟能夠再出其他隻敵人出來喔 不 出之下就是 我們自己的貓貓出來不是出敵人喔 那這邊的話打到一半之後就是打到一定的數量之後呢 好像就只會 只會出一點點小敵人了 好像就沒有什麼大敵人會出來 像沒有像剛剛那麼的 猖狂出一大堆了喔 哇 加油加油 哇 星星又來 喔 解決 解決了帝王了 那目前贏來說應該就是妥妥的喔 只要把我們塔推掉就沒問題喔 加油啊 哇好緊張喔 居然會有三隻黑色山豬欸 太恐怖了吧 第一次見到這種恐怖的局面 趕快努力的回塔囉 應該是沒問題 持續的努力爆塔就對了 OK 剩下30萬多滴血了 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 現在敵人都已經被我們肅清了 準備要回塔囉 回塔之後呢 那就可以解決這一關了 哇 那其實這一關還真的是蠻恐怖蠻緊張的喔 經驗值是無上美味喔 那這邊可以 取得我們的個十百千萬 十萬 五十八萬的經驗值 然後再加上破關獎勵 個十百千萬 十萬 百萬 一百零二萬的經驗值喔 真的還蠻多的喔 還蠻好的 哇 那其實這關卡其實是非常的恐怖喔 因為 他們記得我記得之前打的時候好像有人說這個的那個 小敵人是有強化過的 所以 這邊的話有人諾諾之後 因為諾諾的那個吸氣時間真的非常短喔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趕快去拿血 那 除了我們諾諾之外另外的大工程就是我們的炸彈貓了 因為他前面前期暈住嘛 那 等到我們能夠有一波經濟呢 能夠叫我們黑色的那個超級貓貓出來之後呢 就會變得比較穩定一點點 不過後面還是要比較小心的就是 這關會有三隻黑色的那個三豬喔 那三豬其實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他快死的時候會越戰越有 所以他會提高他的攻擊力喔 那 三豬解決之後也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帝王還是會在後面喔 所以這關的話 除了我們的那個 強烈的對黑輸出角色 還是要需要幾隻就是 對那個遠攻距離輸出的角色啦 不然其實你如果沒有打到帝王的話 是非常的危險喔 那這關的話真的不得不說喔 諾諾真的是太厲害了 真的是太厲害了 因為有了他而且他的吸氣時間那麼短 我真的覺得 是一隻非常好的一隻黑色坦克喔 所以各位觀眾你們說對了 諾諾真的是 非常厲害的黑色坦克呢 那如果大家 還沒有拿到諾諾的建議大家就趕快去拿諾諾喔 那如果你有對於這關更好的打法或是這些更輕鬆攻略的方法呢 也歡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其他需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喔 那 如果你們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你喜歡哲平的頻道的話可以按個訂閱喔 那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諾諾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是哲平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掰掰